2000,你今天带来的就有在热销排行榜里面其中之一 马三啊,马三应该不错啊 我觉得应该在中古车市场上 因为其实我觉得马三它在中古车市场上 算是一个年轻人蛮指标性的车款 那我今天带来的这台是21年的马三 那其实这台车在我的2023年来看 应该算是我销售的这个同行车型里面来看 应该是前一二名里面的问题 这么热吗 应该说在我的客群来看 因为我的客群大多都是蛮多 是科技业啊 或者一些可能对于车子 或者说大家对于品牌有些追求的人 那他们可能会喜欢像这样的车型 马三现在对应到的族群是特别年轻的 还是说其实 我觉得它大概会在一个30岁上下这个区间 那可能会是它的首购 或者是说它可能在于 它空间它没有要求太多 但是它可能想要成立一个小家庭 对,那可能在工作上 它不方便开一些进口品牌 那相对来说 马自达这个马自系的进口品牌 我觉得算是比较 没有那么不像双B那么刺 我觉得它在公司来看 也会比较能够顾及到它们的感受 你那时候比较内敛一点 比较内敛一些 然后内装质量不错 对,不是太外散 可是有质感 蛮多保险的朋友也有开马自达的这个品牌 因为他们去外面谈case 他们不希望车太差 但是也不能这个品牌太好 感觉好像赚很多 那有些他们就选择这个品牌 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 一般品牌里面 当然Toyota是最大宗 当然 但日系 Mazda 就其中也很亮眼 然后再来就是 以豪华品牌来看 唯一在榜上 其实就是C-Class 对,没错 对吧 所以我今天我觉得 这台马自达 我今天带来这台是21年的车型 那新车大概是99.9万 那我认为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它的MRCC 已经算是 其实马自达算比较 反映在中午车价有一部分 就是它不如 Copilot 360的跟车这么好 所以大家有些人对马自达的 比主安的时候 对对对 好像就稍微有一点觉得说 我花那么多的钱去买它 可是它给我的东西 好像没有不如这个Focus 有些人就会有一种 因为它跟 会有比较 它跟Focus大概就是余量情节 是的 所以我觉得车商蛮特别的 如果你马自达卖得好的时候 Focus就卖得不怎么样 你Focus卖得好的车厂 马自达就卖得不怎么样 而且因为就刚好 这么机会分明的吗 因为他们就两个 算蛮double 算蛮doubl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型 那当然这一代的车型 我觉得算是蛮有 这个年轻人蛮买单的 那包括蛮锐利 然后包括它的这些线条 尤其是这个算是混动红 那算是马自达的招牌 那当然它的烤漆 跟这个色泽的问题 大家要特别留意 所以你在看这个车的时候 其实蛮容易看的 就是你看一下板筋的 这个色偏大不大 像我之前有带来一台铁灰色的 后来蛮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后面有烤过 你看 大家都蛮专业的 有看过大家的眼睛吗 非常厉害 是不是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来 当然除了它车身的线条以外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内装质感 我觉得马自达这个Lessis Mode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蛮对位的 尤其是像我们自己曾经开过特斯拉 那我会觉得这种简单的一个内装设计 那其他的这个用料啊 包括侧边的这个镀铬 甚至皮革的质感 还有Boss音响 Boss音响 我觉得这都算是可以反映出 好像你开这台车 又代表了一点自己独特的品味的一些的感觉 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一代的马三 空间表现有比较好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特别在意后座要载人的空间的话 对 所以这个马自达的 这个就你要稍微争取 全系列 大概我觉得空间是最大需要考量的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谓的后座空间的部分 好,打开来这个门的开口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这么的宽敞 那后面的西部空间 这个大家要特别留意 如果说你是有这个后座需求 一定要去做做看 一定要做看看 那甚至是说你有小朋友的这个汽车座椅 那你一定要试装看看 那因为这个是你每天都会面对到的问题 但是呢 马自达它这个日系的品牌呢 我认为它的这个刚性结构是相当不错 所以开起来的行路质感 包括动力 那像我自己太太也是开马三 曾经也是开马三 那我觉得油耗表现 平均啦 大概市区加高速 大概13、14 应该算是它的一个平均的行路 那既然我们今天讲说 中古车商 现在因为车员多 大家多少都有一些压力 对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消费者 我今天看了两间讲 我觉得马自达3不错 我有兴趣哦 我会买在相对低点 还是现在其实它还是 一个相对水位高的 就是说现在在买车 应该反映出两个状况 到底这个车商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台车的 那如果是在2023年的年中 或是是六七月左右收的 那它的价格可能反映的还没有像是 在2024年新买到的车价 这么的有优惠 我要必须这样说 那当然你要 当然你说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车商什么时候买便宜呢 我为什么要管你什么时候收到这台车呢 对我来说 我就买到同一年份的 其实我就觉得你大胆的出看看价格 也许这个车子开价 它不能卖 它就中就不会卖 对 但是我认为现在谈的空间 就算是中古车 你给它10%的打个九折看看 去谈看看 就是开价上面再谈看看 也许都会有机会 那当然这个单价比较高 差个7万可能有点多 但是如果说大步一点 也许是走得过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再看每一个人 它的固承的含量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消费者 我们这一端 我们在谈价格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我现在是比较有机会 没错 再试试看 但是说实话 车商有他们的竞价成本的压力 你要每一台车都赔钱卖 谁要做这个生意呢 但是因为现在反映出价格 有时候车商是这样 目前来看 大家车商的心态 这个时间点 坦白讲把钱拿回来 再买下一台再赚 比较有机会 所以很多车厂的朋友们 也都是 我们要把握这种心态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来看车尾 好车尾的部分 大家蛮多人都引以围绕的 就是说这个后尾灯 有人说有点像 那个FF的这个法拉利 那当然有一个 就是在网路上 跟大家讲的好玩的 就是说 马自达可以像法拉利 法拉利是不能像马自达的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车 其实它这个后尾灯的设计 其实我觉得蛮别致 也蛮漂亮的 路上看到也真的很容易记住 对对 你看我后面还特别放了一个 比例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的空间 其实还不错 其实我觉得大家常常担心 这个上一代的马自达的空间表现 是真的比较局促一点 那这一代的马自达 我认为有比较好一些 那所以大家如果说 比如说你想买MRCC的版本 那其实要追求可能2020后的 那我觉得这个CP值 或者说可能会比较符合 未来的一个这个市场的需求 那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 现在在买马自达的车型 其实我坦白讲 我自己卖了大概满几十台的 马自达应该有 但是价格的部分 我认为现在来看 应该都比之前有一些优惠 因为其实去问社团 已经相对划算了 划算很多 所以如果说你在17年左右 小改后的马三 我认为大概在 四五十万左右的区间 大概现在都买得到车了 四十多万 那其实当然这个是 比较默批的版本 那大家就评估看看 中古车市价格的校正回归 对于想起兴通 要买车的朋友来说 确实是可以把握的 谢谢两千 谢谢 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718你也看不到吧 彩下游门 地床滴线员邀您 一起上线